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势力最大的军阀 他的人生曾与中国命运短暂的捆绑在了一起 探寻蒋介石的一生总会让人不禁怀疑 这个出生在浙江凤化西口 早年间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为何能够支掌国民党大权呢 在中国大地上 建立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又是怎样走向灭亡的呢 这些问题众说纷纭 我们或许可以从蒋介石一生的三大爱好一窥究竟 蒋介石有哪三大爱好呢 尽管蒋介石早年间曾犯下过不少风流寨 但他沉迷女色的时间并不长 反倒是对权力极为看重 蒋介石一生三大爱好分别是 结拜 兼职 和 微操 这三个爱好贯穿了蒋介石的一生 每一个爱好都极大程度的影响了蒋介石的人生轨迹 今天历史求知所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 蒋介石一生中的三大爱好 新男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高尔西曾说过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 几百兄弟是他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 蒋介石每每在权力之路上更进一步 脚下就踏着一个他的结拜兄弟 不要担心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不够用 拉帮结拜是蒋介石拿手好戏 就连蒋介石自己都不清楚 他到底有多少结拜兄弟了 与他人结拜这个爱好 是蒋介石从小就养成的 同时也是蒋介石空手套白狼的起家本钱 1887年10月31日 出生在浙江凤化县西口镇的蒋介石 从小就顽劣不堪 他的父亲蒋兆聪经营着严谱生意 是西口远近闻名的富商之一 本来蒋介石能过上优渥的生活 但蒋兆聪在1895年就并没了 其父留下的资产 大多被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大哥分走了 只留给蒋氏母子 吉姆柏田和一片竹山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 又名瑞元的蒋介石从小就在西口镇 封丸 蒋介石时常与他人打架 得到了一个瑞元无赖的称呼 如果放在和平年代 这样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流氓地痞 但蒋介石所处的环境 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民初 蒋介石的人生也随着时代大潮 一步步走向了浪潮的顶峰 在学堂读书时 蒋介石就有爱于他人结拜为兄弟 这一时期的结拜兄弟 只是蒋介石练手的工具 根本无法对蒋介石的人生有所注意 直到1906年 蒋介石东渡日本 希望报考日本军校的时候 他才遇到了真正能够改变 他命运的大哥陈其美 在陈其美的影响下 蒋介石也踏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如果没有陈其美 为年轻的蒋介石指名前路 那么蒋介石很大概率 会泯然众人矣 蒋介石和陈其美结拜时 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对陈其美这个兄长充满惊讶 任其趋势 彼时蒋介石尽管没有踩着 陈其美上位的想法 但莫测的命运 还是让陈其美成为了 蒋介石上位的垫脚石 1916年 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 迫于袁世凯的威胁 无人敢为陈其美收尸 这时 蒋介石挺身而出 冒着被杀的风险 替陈其美收尸并安葬 蒋介石的异据 给孙中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蒋介石正式受孙中山驱使 踏入了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不过此时的他还是一个边缘人物 没有了大哥 陈其美 蒋介石又在1916年 与张景江 许崇志几百位兄弟 在二人的帮助下 蒋介石很快就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那个改变蒋介石命运走向的黄埔军校校长一职 就是张景江和许崇志为其讨来的 此前蒋介石多次撂摊子不干 耍无赖 直到获得了校长一职后 才喜不自禁地从凤化老家跑回广州任职 而在孙中山去世 廖仲凯被刺身亡的1925年 蒋介石趁其将自己的结拜兄弟许崇志驱离广州 他手边粤军部分施旅 一跃成为了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力量的首要人物 北伐打到了南京 蒋介石自立南京国民政府独揽国民党军政大权 他与张景江的矛盾也逐渐加大 张景江在经济和政治上 给予了蒋介石极大帮助 本希望蒋介石掌权后 能够大搞经济建设安定国家 可蒋介石却热衷于剿匪 消灭各路军阀 同时蒋介石也搭上了孔宋两家 全财其握在手中 张景江对于他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张景江逐渐被架空 经济上的实权也掌握在了孔宋两家人手中 最终张景江离开了政治舞台 离开了中国 除了这些在蒋介石成长路上 对他有过帮助的结拜兄弟 在蒋介石大权在务时 他也热衷于通过结拜来拉拢人心 譬如昔日的对手冯玉祥张学良也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 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但蒋介石的目的一直都是利用他们 互相利用完还经常兵戎相见 利用结拜兄弟 蒋介石迅速登上了权力巅峰 而被他利用的结拜兄弟们大多结局悲惨 坑了兄弟 肥了自己 也只有这样才能支撑起蒋介石的第二个爱好 蒋介石的第二个爱好 就是给自己封许多官职 戴上许多帽子 在踩着几百兄弟登上权力巅峰之后 蒋介石辛苦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一个官职并不能满足蒋介石的胃口 于是他给自己设置了许多官职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尊贵地位 在蒋介石还没有发起前 他在革命当中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尽管他是在为孙中山办事 但就连孙中山有时 也要受到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威胁 更不用说完全没有背景的蒋介石 黄海沉浮的蒋介石在1918年到1924年的这六年间 辞职复职的次数达到了13次 1918年蒋介石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时 就连职位比他低的粤军将领都不听他的调令 由于受不了粤军将领的排挤 蒋介石遂离职跑到上海 做起了交易所投机生意炒股去了 直到1924年蒋介石利用结拜兄弟的关系 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这个职务成为了蒋介石发迹的根本 也是其贯穿一生的权力基础 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构筑了遍布党政军高层官僚的私人关系网 1924年时的蒋介石到底有多没存在感呢 在国民党的一大厦 蒋介石还是普通党员 而小他六岁的非国民党人士的毛主席 当时都已经被选为国民党候补委员了 蒋介石死后一生都被黄埔师生尊称为校长 这成为了蒋介石最为人所熟知的职位 1925年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其总司令部取代了原有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能 成为了国民党的最高军事统帅机关 但到了1929年 蒋介石又觉得自己被称为蒋总司令不太好听 听起来就像是独裁军法 于是蒋介石推动立法 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然后升为主席的蒋介石兼任三军总司令 这样就从独裁军法转变为了立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统帅权 然而蒋介石在1931年卸任国民政府主席后 又修改法律 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必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 随后彻底废除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位 那时的蒋介石还被称为蒋主席 而我们所熟知的蒋委员长之名 还要在1931年918事变后才会成为蒋介石的主要头衔 1932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次改组 设置委员长一职 该职位当然又是蒋介石继续担任 军事委员会不仅取代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军事职能 而且还日渐侵夺党务行政财政等职能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也取代了国民政府主席 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为什么蒋介石要这么做呢 因为1931年918事变后 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 取而代之的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林森 此时蒋介石修改了法律 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 不负实际责任 从1932年到1943年 林森一直是国民政府主席 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但谁又知道林森呢 而1943年蒋介石重新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后 又令该职务变成了实权元首 除了这些职位 蒋介石还特别授予自己特级上将军衔 这个军衔自始至终 都只有他一人获得过 蒋介石的职位还有许多 1939年前 国防委员会的委员长主席职位 藉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 也就是蒋介石 1939年之后 其委员长职位由国民党总裁先任 没错 又是蒋介石 而国民党总裁这一职位 自从1938年 蒋介石担任起 一直当到了1975年去世为止 这是蒋介石一生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 独掌国民党党权长达37年 而之所以要设立这个职位 是因为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名义上的最高权力 仍然是由中央常务委员会 集体领导 虽然蒋介石也曾几度出任 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但总觉得 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 在1938年 借抗战之特殊需要 而设立总裁一职 从此 即国民党大权于一身 由于蒋介石对权力极为看重 并且也在中国建立的独裁统治 因此各种政令都比不上蒋介石的首令 蒋介石是有名的威操大师 在北伐期间 蒋介石作为北伐总自令 所发出的首令 大多与指挥部队有关 算是他的分类之事 但随着蒋介石大权独揽 他的首令也涉及到了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 比如在918事变前 蒋介石就曾发点报给张学良 让他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 以免让日军找到侵略借口 不要妨碍蒋介石 让外壁先安慰的大忌 而在抗日战争的松虎会战期间 张发奎在前线指挥作战 突然发现一个炮兵连不知所踪 张发奎急忙打电话 问冯玉祥是否是他下令调走的 冯玉祥也一头雾水 他也不知道这个炮兵连去哪了 查来查去 最后才发现是蒋介石遇过重重指挥 直接把电报发到了该炮兵连所在的团 要求该团将炮兵连调到他所指定的位置 作为国民党军的总指挥 蒋介石遇过战区司令 集团军司令 军长 师长等一大堆人 直接指挥一个连 这就是蒋介石的威操 而蒋介石的首令更是让国民党军将领较苦不迭 蒋介石十分热衷于以首令指挥部下 让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作战 而当这些国军将领在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 收到蒋介石亲自署名的首令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离战败不远了 比如著名的淮海战役 国民党军以拜再拜 先是黄百涛兵团覆灭 增援的黄围兵团也被包围 杜玉明认为 徐州已经无法再坚守 于是说服蒋介石放弃徐州 退守怀河 杜玉明还特意强调 当前的局面 打既不能撤 撤既不能打 蒋介石同意了 杜玉明最率军撤离徐州 为了防止蒋介石中途变卦 杜玉明在开始撤退后 就关闭了电台 但谁知 杜玉明率部还没走到永城 竟然接到蒋介石空头的首例 蒋介石还是不愿意放弃 黄围兵团 于是推翻了之前的策略 要求杜玉明立即停止撤退 转而去解黄围兵团之危 最终蒋介石亲手将杜玉明 送到了解放军的包围王帝 杜玉明的部队被全部歼灭 纵观蒋介石的这三个爱好 无不与权力有关 蒋介石为了权力 广交盟友 以结败兄弟 作为他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 在大权在握后 又通过身前多职 和勤发首领 来彰显和捍卫自己的权力 但却因为蒋介石本人的无能 国民党也成为了一个 腐朽无能的组织 最终蒋介石摆逃台湾 旋缩孤岛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赞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